3月30日中供入港部队直升机智慧事故,港府隔天才公告,4月1日传出智慧的市值8日书机,4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。 图为中共指,80升机,普遍来源,维基百科,看中国网站,禁止建立镜像网站,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,看中国2020年4月3日讯。 看中国,记者苗维综合报道,中共驻港部队一架直升机,3月30日下午在乡,港大浪交野公园执行飞行训练时聚会,驻港部队并没有透露具体人员。 伤亡即逝世细节,连外界生疑。有消息传出,坠毁的是中共王牌运输。 机18,当天4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。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镜像网站,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。 据香港媒体报道,事故发生在3月30日,下午44时18分左右,中共驻港部队一架直升机突然坠毁,并撞坏了。 几个高压电的电讨,令附近村民将一度停电,有村民讲,大约10多辆。 中共军车及大批军人到场,气氛十分紧张。 4月1日,中国人权民运。 信息中心援引一名广州天河区层村军用机场消息人士的画质,坠毁的。 是直八运输机,这是中共经常炫耀的王牌运输机。机身编号是63。 04,直升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。 信息中心表示,驻港空军。 在广州村村军用机场设有机库,为了对付香港示威者,驻港空军去年。 12月有一个直升机大队扩别到三个大队,每个大队12架直升机。 包括8架轻型武装直升机和4架运输机,其中两个大队通常在广州训。 练,存存军用机场位于广州天河区,这次是中共军队自1997年驻。 港以来首次在香港发生航机失事,港府持至31日才公告,并对坠机。 情形三江齐口,为交代是否有人伤亡,也未透露失事直升机的型号。 不过中共的直8支升机,去年10月也发生过一局与香港有关的坠机事故。 当时正至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,疯传大陆军队会镇压乡。 港 根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,去年10月30日披露, 中共南部占据第七十五集团军第121空中突击旅10月上旬,进行千里。 外突击香港演习,把湖南省续谱县假设为香港,空中突击。 旅的直升机从广西重则是出发突击800公里外的湖南省续谱县。 不料在10月11日夜晚19点40分,一架军方最先行的军用运输。 直升机直8G撞山坠毁,机上11名军人全部死亡。 死亡的11名。 官兵包括三名驾驶军官,八名士兵。 三名军官信恩伟兵,攻大川基罗。 伟,出事前10天才刚参加北京的11月兵。 近半年来,中共两次直8运输直升机坠毁事故都与香港有关。 有网友戏称,中共一打。 香港的鬼主义,飞机就坠毁,老天爷在保护着香港呢。 据悉,目前,中共只有两个空中突击旅。 一个是中部战区83集团军的空中。 突击第161旅,基地在河南的汤英县,而南部占据第75集团军。 在空中突击121旅,就在广西重左市及湖南省,旭浦县都有基地。 121旅重左市的基地,至香港约690公里,而旭浦基地至香港约。 121旅,基地在河南省,旭浦基地,至香港约690公里, 。